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欧洲难民危机 相信这些天以来 不管是在社交媒体 还是在传统的这些主流媒体上 都是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和版面 我想可能燃烧大家感情和神经的 应该是这幅照片的传播 是在9月2号的早晨 三岁的叙利亚的难民亚利 和他的父母和5岁的哥哥一起 搭上了从土耳其前往希腊科斯岛的地中海偷渡船 但是非常不幸 他很快就和母亲和哥哥 一起刷新地中海死难者的名单 那这幅照片就是看到 三岁的亚利浮世海滩的照片 那这个照片一经传播 大家的情感立刻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很多人都是形容这相当于是把人道主义冲上了岸 如果这样的照片还不能引发大家对于难民的这个关切 和对他们态度的改变的话 那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 那看到现在呢 欧盟的国家已经是在商议这个强制配合 要分担这16万从中东 从土耳其 从叙利亚过去的难民 那昨天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已经承认说难民潮会给德国带来深刻的改变 并且说呢 我们要确保这种改变是正面的 并且呢 他是增播了60亿的欧元去应付这个难民潮 而且他再次促请欧盟国各自要分担 欧盟委员会主席呢 就预计明天啊将会公布这个强制难民配合的计划 一共是要分担16万的难民 其中呢 法国已经承诺要接收其中的2.4万人 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宣布在五年之内 接收2万的叙利亚的难民 那这个时候呢 又出现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说美国你是始作俑者 你们把中东的这个局势 把叙利亚的这个局势搞得那么钻七八糟 你们不能够坐视不理 但是美国的现在的态度 好像意思就是说 你们真惨 我很同情你们 但是对不起 我们不接受 美国是一直在出钱 我们可以看到在资助这些难民的国家当中 美国的资助金额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美国好像在实际行动上 他还是这个有所保留的 没有接受难民 他其实也很担心 如果难民的涌入 会混入其他的像恐怖分子等等 反而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国家 虽然有这个消息说 恐怖分子可能混进去了 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对策拿出来 去甄别这些难民中 是否会混入恐怖分子 对 我们昨天也看到一个消息 说这些难民当中呢 有四千多个 就是这个IS的这个组织 但是好像之后呢 也没有更多的消息披露出来 所以这个四千多个数据 其实是存疑的 对不对 对 这也是据消息来源 媒体也没有证实 只是说有可能有 我也问了 因为我们今天请教了几位 身在欧洲的观察员 或者他们也是这个专门研究 相关的领域 甚至有人就在德国长期的生活 我问过他们的意见 他们说其实第一 政府没有出台任何政策 第二民众也没有任何恐慌 所以好像大家现在的担忧 还为时过早 对 就是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是 他们不断的从 叙利亚这些国家涌进欧洲 那甚至呢 他们为了去往他们向往的国家 比如说像奥地利 比如说像德国 他们甚至选择徒步好几天 对 而且呢 发现他们到了他们的这个目的地之后呢 当地的民众 更多的表达是他们的欢迎 对 有人就是唱英文歌 去欢迎他们的到来 有人给他们送衣服 有人写上欢迎他们的标语 也看到这个方基各主教 他呢 也在日前发出声音说 希望每一个天主教的教区 都收养一个难民家庭 对 那这个相当于也是发出了一个信号 现在我们看到 似乎全球 都是在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下 但这背后呢 会不会潜藏着另外一种声音 或者说在主流之后 还有其他的声音 没有被大家听见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了多位的专家 和这个观察员 评论员 和这个在欧洲留学的学生 那首先呢 我们来听一位 这个应该是在德国的 做长期做难民政策观察的 一位学者的分析 对 是孙利 他呢 其实是在德国的大学读的博士 然后当时呢 他就是专门研究移民问题的 包括难民问题 后来呢 他现在是在这个荷兰海牙的 戴尔夫特理工大学当研究员 他也是联合国人居属 在中国的顾问 我们来听听孙利是怎么解读 欧洲为什么会改变对移民的态度 没错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请教他 欧洲过去的这个难民政策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为什么现在 似乎 德国是极先锋 那德国之前的态度 跟现在的态度 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 转变 那么德国跟其他的国家 相比的话 为什么其他的国家 似乎又没有显得 德国那么热衷于 去接受这些难民 这几个国家之间 到底背后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考虑和打算 我们来听听孙利的分析 关于欧洲之前的难民政策 它有一个叫都柏林协议 但是它最早的是叫都柏林公约 是1990年6月5号的时候 在爱尔兰都柏林市签署的 然后在97年9月1号 正式生效实施 就是第一批加入这个都柏林公约 一共有12个国家 就包括了德国 英国 法国和荷兰 一些主要的欧洲成员国 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 它就改名为都柏林协议 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做都柏林协议 然后它有三大政策原则 包括自由 安全 以及正义 然后当时建立这个都柏林协议的 主要目的 它是为了避免难民进入欧盟以后 同时申请多个欧盟成员国的难民身份 所以它就规定了难民只能在一个成员国 申请难民身份 但是呢 这个成员国必须是它入境欧盟的第一个成员国 刚才你提到德国态度的转变 和默克尔他自己的一些态度转变 也是最近一两个星期欧洲媒体报道的重点 应该有两个原因来说明吧 第一个是从国际上来讲 因为由于二战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德国在国际上的民意口碑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在二战以后 德国政府它就想利用各种机会 积极地树立它作为一种国际好公民的形象 所以这种接受难民的就是一个他重新树立国际形象的好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国内的 因为在德国的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 绿党 以及他还有一些社会团体 他们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推动都是很强烈的 所以就处于国内这些团体和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 就迫使了德国政府这种态度的转变 所以主要是从国际国内的两个层面来解释 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都柏林协议 它规定说难民必须在入境的第一个国家申请难民的这个身份 可是现在德国它出了这个政策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到欧洲的这些难民 它都经过了几个国家最后到达德国 才选择在德国做这个难民身份的申请 那德国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不太符合这个都柏林的协议 欧盟内部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议 我们看到英国他说他也接受难民 但是他是直接从联合国的难民营接受 不从这些非法入境到欧洲的人里面接受 所以是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也有一些争议 对你刚才说这个很有意思 的确是这样 他必须在他第一个接受国 这是根据这个欧盟法律规定 但是德国他在8月24号的时候 他明确表态他要暂停遵守都柏林协议 而且他直接接受从叙利亚来的难民 不管德国是不是第一个入境国 不管他中间经过了多少个其他的欧盟成员国 所以这是8月28号之后德国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按照都柏林规定就是说 如果第三方国家他接受了难民 他有资格把他送回第一个入境的欧盟成员国 但是德国他没有这样做 他不光是没有送回他还给他们一些难民的身份 这就明确表示了现在这个都柏林协议不太适应当前的难民危机 但是德国他是第一个 9月2号的时候捷克共和国他也提出了类似的政策 也是说难民可以不管他之前在其他国家有没有申请过难民的身份 他也可以在捷克申请 这也和刚才我谈到的他只能在一个欧洲的影响国申请难民身份是有备的 但是关于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国家 他们也说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这就表示其实欧盟内部他的态度和行动是不太统一的 其他的国家会不会反对德国的这种做法 我们也知道法国他可能经常跟德国唱反调 但这次好像法国跟这个德国好像是达成了一个一致 都说欢迎难民加入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评论和媒体的报道就说 英国因为这次难民的时间反而要加快脱离欧盟的步伐 会不会这个其实欧洲的各国他们本身也是想反对德国的 但是可能他们的这个表现迫于德国现在是欧盟整个经济最好的这么一个国家 就不敢直接在跟明面上跟德国有冲突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实际上是风险很大 因为在欧洲这各个民主国家 他们是很尊重民意的 然后特别像接受难民之类的人道主义的做法 是受到就连英国的民众就受到很多支持 他们就自发的捐衣服捐鞋这样子 所以如果国家有一些和民众有备的想法 那他们可能还是会把民众的做法和观念放在第一 好刚才呢我们听孙力主要是跟我们解答了 为什么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政府的态度 有一些些的不同 那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对于难民的这个人道主义的关怀 这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共同点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些难民 他们千里迢迢 舍弃一切 就是为了去德国 而不会选择去其他的国家 他们那么热衷于德国 甚至有的难民 他们的目的地就已经到达了希腊 但是他们不愿意待在希腊 还是最后呢 希望是先往德国 这可能有很多个原因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德国他也是一个福利国家 而且福利非常好 他的这些社会保障的这些覆盖 就是非常的全面 并且是听到默克尔 他是对外宣布有很多很细致的一些难民的政策 比如说每个月 除了说给他们这些安置 基本的这个吃住之外 是免费的之外 还会给他们300多欧的生活费 352欧 而且呢 还会对他们进行语言培训 之后呢 还会有这些就业方面的培训 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之后呢 他们可以比较自然的融入德国的社会 就是会成为他们的这个劳动力的一部分 你看我们刚刚在看到这个电视画面 确实是有难民 他们到达了德国 立刻是脸上露出非常幸福的笑容 甚至说像回到家一样 我也看到有难民就是喊默克尔 叫做默克尔妈妈 甚至把他孩子的名字都起名为默克尔 所以呢 这个也是印证了默克尔 他自己对外界说的一句话 他说有这么多人牺牲 要到德国实现梦想 这不会破坏德国的形象 世界把德国当成希望所在 这种情况 民族珍贵 而且呢 我也问过一些在德国留学的朋友 他们说 就是当地的一些受过很高等教育的 一些德国的民众 他们会觉得 他们有这样一种自信 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的教育和文化的交流 去让他们融入社会 并且是解决 可能有些人担心的这种宗教和文化冲突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奥地利和德国 其实是第一批在欧洲同意说 这些入境的难民可以不遵守多柏林协议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在奥地利申请难民庇护 但是很多难民 他们是途经奥地利 然后再去德国 留在奥地利的只有20多个 这也就是有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德国他会一直一直这么受难民的欢迎 其实除了像这次叙利亚的难民 很多非洲的难民 或者非洲的非法移民 他们也最终目的地是德国 然后包括这次 我们看到除了他惯有的这些针对难民的政策之外 德国政府马上就做出了新的反应 就针对这次的叙利亚难民 他们还出台了新的政策 我们就这个问题也请教了一位 身在欧洲的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的学生 他是图宾根大学政治学的硕士盟 盟业 我们来听听盟业是怎么说 德国政府的新政策 德国政府起码想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接收那些真的是因为战乱 而没有办法在他们原来生存地方生存下去的人 然后尽可能的剔除一些 就是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 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欧洲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而来到这里的人 然后就是你看他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 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筛选的那个发给放载 德国联邦政府 他们现在是一个执政联盟 就是金民党联盟和社民党 今天刚刚开了一个会 然后会议决定出来的一系列的具体的措施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 等于是拨更多的款 然后加更多的人手来去处理和解决这个难民的问题 具体来说 比如说他们现在打算2016年 就是明年的联邦的财政预算里面 拨出30亿元 专门用来安置这个解决难民问题 然后额外的再拿30亿欧元 发给各个州和各个市的市政府 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对比一下的话 2015年这个联邦预算里面 用来安置难民问题的经费是10亿欧元 等于是翻了三倍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措施 比如说他们打算新建一批能够安置15万个难民过冬的住所 然后联邦警察 联邦移民局都要增加职位 就是增加工作人员的人手 来处理这些难民申请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现在他们准备新出台 一个还没有出台 但准备出台的一个政策是 就是允许那些正在申请居留的难民 可以在德国住门4月以后 可以打一些短期的 就等于是借用合同工 因为在以前他们是 完全没有工作可能的 然后但是同时也 要出台一些收紧的移民政策 就比如说 德国一直有一个列表里面是 就是等于是被视作战乱国 战乱国的这样一些国家的名称 意思就是当有难民从这些国家来 然后申请难民身份的时候 就相对比较容易获得这个难民身份 获得居留资格 然后现在他们从这个列表里面排除了 像科索沃 还有什么黑山共和国这些国家 就是他们减少了这个 能够被视作战乱国的国家的 数量 然后还有比如说 在进行接收登记的时候 原来那些难民获得的救助 可能会是现金 然后他们现在就想要尽可能的 把这些救助从现金转为实物救助 然后包括现在还有 准备新株台的一个政策是 像原来如果是来到德国以后 申请难民身份 如果不通 没有办法获得居留的话 是要在六个月之内驱逐出境 然后他们现在准备把这个时间 从六个月改为三个月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收紧的政策 对 所以我想他们在 就他们也意识到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然后现在新拨出来的那么多资金和人手来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来的资金和人手实在是太远远不够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能说就是做一个开放移民政策的信号 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 希望起码是就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符合条件的难民身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们想要在欧盟的层面上推动出台一个统一的相关难民法规 然后建立一个统一的所谓战乱国家或者安全国家的名单 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想让各个就是欧盟的其他国家都在接受难民这个问题上 能够做出一个相对平等的努力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就是德国明显付出更多的这么一个不太公平的状态 好我们听盟业跟我们介绍了德国一些政策方面的细节 意思就说明呢德国也不是一股脑的接受 他们也会非常注重这些难民的甄别 那这当然了也非常大程度上在考验德国的公共管理行政效率和它整个的这个制度 那我们从电视或者其他的媒体上经常能够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好像当地民众都在欢呼雀跃的这个欢迎难民的到来 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不同的态度 那我们也继续来听听盟业跟我们详细的介绍 就是德国民众他们到底分成哪些种不同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反映 我不好说到底有多大部分的民众的态度 但是我相信总体的态度还是确实是相当开放的 尤其是对这一次主要是应该是来自叙利亚的战略移民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 我觉得我记得上个星期的某一天 应该是第一批的一大批的难民进入到德国的时候 在他们在慕尼黑的火车站下车嘛 当时那个慕尼黑的警察局大概是早上的时候 他们发了一条推特说向市民求助 就说我们现在需要在火车站 马上安置一大批的难民 然后我们需要各种的物资各种的短缺 然后希望大家有空来帮忙 然后到了当天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就已经警察局又发了一条推特说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收到了民众送来的各种各样的救援的物资 然后现在已经完全够用了 我们都没有地方放了 请大家先缓一缓 暂时别送了 然后包括我个人的朋友圈子里面 在各种社交网络上面转发相关信息的人也非常的多 然后很多人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团 去做各种各样的救援 然后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已经退休的大学教授 然后他最近想要发挥娱乐的方式 就是去给这些难民的孩子当德语老师 因为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好多孩子来了以后就留下来了 然后慢慢就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 但是德国现在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 完全没有能够教这些不懂德语的孩子的老师 所以现在初级教育系统里面特别的缺人 然后好多人就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些 自发的去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有 而且不是只是针对这一次的 其实德国以来都有 就是可能用我们熟悉的话 还说就是一小撮特别排外的右翼的 然后特别敌视外来人口的这么一些人 其实在这一次之前也有过一些 比较极端的案例吧 比如说某个安置难民的住所 半夜会被人放火了 被人打东西之类的 然后大概是我记得应该是去年 14年11月开始吧 在就是在东德的德雷斯顿和莱比锡那一带 出现了一种一场 类似于政治抗议的运动吧 叫做Pegida 然后他们的宗旨就是反对欧洲的一个 所谓的穆斯林化或者是伊斯兰化 就是他们觉得现在的欧洲的文化社会 包括经济都已经岌岌可危了 因为就因为这些过多的穆斯林移民 但是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到后来 这个Pegida这个组织 他们每次组织上街游行的时候 都会有更多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 去抗议他们的抗议 而且就是到后来每次的人数 比他们那个组织的人还要多好多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单纯是因为一种 怎么说民族主义的情绪 去反对移民的声音 其实在德国主流社会来说 也不是一些特别成熟 特别有内涵的声音 我觉得德国的主流社会 尤其是年轻一代 或者说主流知识界 应该还是相当开放的 起码是以开放来做一个正面的标准的吧 我们也感觉上 其实不管是德国的政府还是民众 好像貌似对现在这个难民的态度是 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开放的 那为什么会有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吧 像一些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 可能比较不那么开放的国家 比如匈牙利 匈牙利现任的总理 他领导的那个应该是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右翼 比较保守 比较排外的政府 而德国呢 其实从二战以后 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吧 就是在德国再保守的政府 其实你要是把它放到 整个欧洲的政治光谱里面来看的话 都是属于 甚至中间偏左的这么一个位置的 因为 我个人觉得可能因为这个纳粹的历史 和这个二战的经历 给德国的社会留下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德国的 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的知识界的这一点 反省的特别特别彻底 所以现在的主流价值观里面 在德国民族主义 其实是一个相当相当贬义的词语 就是在他们看来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界限 已经非常非常模糊 也非常容易跨越的 所以 就他们觉得 曾经的这个纳粹的这个悲剧 就是因为 整个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 狂热的民族主义里面去 所以 他们在经过了 这样一种特别深刻的反省之后 现在对民族主义 其实是挺反感的 所以 就可能自然持的就是一种 跟民族主义相反的 然后比较普世的 愿意接纳帮助别人的 这么一种态度 那 政府包括执政党 当然也是要顺应这种态度的 当然我说的是主流 而事实上 也还是有一些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主流的 一些反对的 甚至是比较极端的动作 像我刚刚说的 好 那我们听萌叶介绍了欧洲 尤其是德国 大家不同的这个态度 那也是揭示了 这态度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思想和文化的根源 那现在欧洲的有一些的政客 他们就会觉得 一直这么艰难 也不是个办法 尽管你提高门槛也好 或者怎么样去加强他的审核也好 但最后的办法 可能应该还是重建他们的家园 让他们有朝一日 可以重返他们的家园 对 确实你看到欧洲的 很多政府都表态 这个开放性的政策 只是临时性的 不是常态性的 以后在这个战乱结束之后 还是要把这些居民 送回他们的家园 所以其实 这也是无奈之举 没错 那现在我们看到 申请去欧盟的这些难民的人员 主要的来源国是叙利亚 排在首位 接下来就是阿富汗 科索沃 还有这个厄利特里亚 塞尔维亚 巴基斯坦 伊拉克 伊朗 尼日利亚和俄罗斯 那这些地方呢 就是要不然 它就是来自这个中东 要不然就是来自 因为是阿富汗的这个内战 和动乱的局势 就是让他们被逼无奈 是离开自己的家园 那恐怕我们要另外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冒着可能在这种逃难的过程当中 命丧海底的危险都要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园 到底是因为他们的家园本身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请教几位 在国际时事新闻方面 有很深观察的记者和学者 来跟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等会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 丰凰卫视的一位资深的记者蒋晓峰 来跟我们讲述 因为他前段时间刚刚去过叙利亚出差采访 来听听看他到底在叙利亚看到了什么 丰凰卫视频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我们现在来听凤凰卫视记者蒋晓峰 来跟我们讲述 他在叙利亚的所见所闻所感 到底是什么让叙利亚人背景里想 现在几乎整个国家都是处在交战区 甚至包括首都大马士革部分地区 也是频繁落排击炮弹的 武装的组织都会有选择的往城区里打炮弹 你更可想而知那些在交战的前线的城市 或者说是在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地区 那里的生存状况可能就更加恶劣更加糟糕了 那有条件的人可能就很早就已经离开了 他们可能会跑到欧洲美洲或者是相对条件好一些的地方去 那没条件的就是你看你现在被迫离开的肯定条件都不会太好的 如果真他们家境或者说是有一些关系门路的都已经走掉了 或者说他们有一技之长的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工作的 我觉得都已经走掉了 现在都是条件比较困难的一些难民了 那您在这个本地采访 您接触到的现在还留在那儿的那些居民 他们每天的这个生活 我看到您采访了几个女的女学生 然后好像当时采访的时候 他们还要求说必须要把脸什么都遮起来 不能露脸 他们在担忧什么呢 就我采访的那些女大学生的情况呢 有点特殊 他们现在人呢是在霍姆斯的复兴大学是大学生 但这些人呢不是当地人 不是霍姆斯当地人 因为霍姆斯现在已经被政府军控制了嘛 所以他们的处境是相对安全的 但他们的家呢是很多都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 所以他们现在是有家难回 另外呢他们自己跑出来了 他们的家人呢还在伊斯兰国的控制区范围内 所以他们家人的安全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知数 他们想见也见不着 可能通信联系也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种状况下 你要一方面又要继续他们的学业 一方面又要为家人担惊受怕的 我觉得这种心理上折磨是很大的 给政府军当兵的 给政府服务的 那都理论上逻辑上都会成为伊斯兰国的打击的报复的一些对象嘛 所以一旦他们的家里人真的是有当士兵的 或者是给政府当那个公务员的话 他们都会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讲出来 一旦这样的消息泄露出去的话 那他们家人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的 所以他们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 就也提出了要求说 一定要把面蒙起来 不能看到他们的模样 看到他们的眼睛 因为在采访之前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穿着那个全身黑袍这样子 就是穿着很正常的这个花头巾啊 这样子穿着裙子的都有 是很正常的 就是这个花季少女吧 因为毕竟也是那个中学 刚刚毕业进入大学那些学生嘛 就是跟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有家人的这种顾虑 他们说我一旦把这个视频 他们采访他们的视频 放到那个YouTube上面去的话 那IS那边看到了 就会对他们家庭很不利嘛 所以他们就坚持要换衣服 换成全黑的 那我采访的时候就感觉跟一块黑布在对话 你作为一个正常社会的人 可能不太好理解 就是他们这种生存状态下的人的心理 或者他说他们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 有饭可吃 有地方可住 当然是第一位的 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 更基本的 我觉得是要过一种没有不受威胁的生活 在伊斯兰控制区的话 我觉得这个实现不了 他们一定是受到威胁的 但是在政府军控制的区域里面 至少这点还是可以满足吧 好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叙利亚国内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 就是他背后呢 可能不仅仅是有伊斯兰国的这个存在 恐怕也跟他的内战 也是有着复杂 错综复杂的这个关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一位国际关系的专家 跟我们解释 到底叙利亚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复杂 复杂在什么地方 他呢是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中心的副研究员 中东问题专家干一话 叙利亚的问题本身非常的复杂 第一个他本身有这个 伊斯兰教派 大家都知道 叙利亚本身迅尼派跟这个什叶派 什叶派只占他人口的15% 迅尼是占大多数 可是呢 现在是由这个什叶派来掌权 什叶派背后呢 最大的国家当然就是伊朗 伊朗在整个这个中东地方呢 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大国 可是呢 又跟其他的国家呢 格格不入 所以这个一直支持 什叶派的 以斯叶派为这个主导的一些这个国家 那另外对大国来讲 这些大国本身 又这个各有这个算计 俄罗斯是支持现在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 美国呢 一直要把阿塞德推翻 原来这个前几年 西方本来还想采取军事的行动 可是后来又不了了之 现在呢 又多了一个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最主要的根据地 实际上就在叙利亚的这个东北部跟伊拉克的西北部 这样的一个盘根错节的地方 那西方又要 现在主要敌人 又从这个叙利亚 转变成这个 最具威胁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那好像呢 这个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呢 留着他又有这个可以利用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不管是西方的大国 俄罗斯 甚至中国对这样的一个地方都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不安定来各自获取利益 但是我想这个对国际的局势 区域的和平终究是没有帮助的 好 那么 叙利亚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要更加往前追溯的话 它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的渊源 对 是的 像刚才这个甘教授提到的教派之争 其实最后就演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伊斯兰国 而伊斯兰国现在也成了叙利亚面对的最大的危机 也是直接迫使很多难民在这个内战之后 纷纷逃离原来生活的故土的一个原因 我们马上来听到的是原来凤凰周刊的中东线的记者 现在端传媒的资深记者 秦轩来听听他跟我们讲述伊斯兰国问题的牵势精神 如果是看这个中东的或者阿拉伯地区的根 它的结构性的问题的话 就当下这个可能还不是最乱的 就还不够乱 因为等于是维系他的十二战之后建立的那个体系 现代中东的架子是在一战格局打起来的 这个格局是阿拉伯人是没有怎么受益的 阿拉伯当时的一百年前阿拉伯精英的那个诉求 都没有实现 包括比如说我建议大的阿拉伯统一的伊斯兰国家 或者是阿拉伯 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大的国家 都没有实现 然后有些部落像沙特 他就沙特家族 向了沙特 然后北边他就拆了 然后又盯了两个蝎子一样的 就是说在欧洲的干预下 就有两个硬生生造出来的国家 一个是黎巴嫩 一个是以色列 那这个问题就一直是纠结着 然后一直二战以后也一直在打仗吧 一四二四 其实这些战争内部都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整个这个格局就是不稳定的 就是被压下去的 在后冷战时期 他的这个全球贸易局里面 他又更边缘化了 就是他们自己内部 怎么来养活自己 他的地缘政治上的那个优势又没了 原来是在冷战中间 两边都能给他钱 那后来他又摔弱了 他经济上也养活自己 整个这套方案都失败了 民主的这个独裁的 其实都失败了 然后现在玩伊斯兰 他就是说最绝望的 以藤的或者说这种边缘人群的 从乡镇出来的 来来搞一个颠覆 再加上对伊拉克当年失败的那些 那些士兵将军们 他们没这儿去 然后整合出了这么一个 所以伊斯兰国他叫国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运动 这个运动发展到一个阶段 它一定会分裂 叙利亚国这个概念可能都就要完蛋了 然后战争这么延续 大家越来越急话 就是说要花边站 整个中东都会被缠进去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海湾国家也会被缠进去 真从去看的话 本来北边和这个海湾国家之间 就分制了 南边是宗主国嘛 北边都是世俗的 搞社会主义的 然后都搞成了一种军事独裁 本来这两个就是 不同解决方案 不同主义吧 就两条路 那现在这个分开 我觉得也很正常 就是海湾国家 你看现在他们还挺富裕的吧 但是很快也会被缠进去 缠进去他们可能更惨 在这个穆斯林国家的内部 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伊斯兰国的 好多这个穆斯林 他们逃难到欧洲去了 但又有好多穆斯林 从欧洲加入到这个伊斯兰国里边 那他到底在穆斯林眼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和机构 穆斯林本身 它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它是一个 甚至说是一个文化上面的 你要是看考察伊斯兰的历史的话 它理论上面有一个 全世界的穆斯林团经起来 就跟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一样的 但在现实中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大一天的 一个伊斯兰国 包括这个哈里发 包括这个奥特曼土耳其 它也做不到 它一定会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 就还是归为一个 全现代的一个 一种宗教势力吧 就它没有一个 就是跟现代社会能够整合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到今天也还是没有的 然后你说那些人逃离 我觉得 他一百多年世俗化的 就是大多数人还是明白的 就是能往欧洲逃 往欧洲逃 往伊斯兰世界逃 没什么用 它解决不了那个问题 因为伊斯兰实际上就是 你可以就归结了一个 有清真寺 有八家 有一套生老病腹的 一个小社区 然后每天要做礼拜 其实就是这套东西 你隔了那个村的 虽然大家都是一个教 但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敌人 也可以互相杀来杀去 它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很多前现代的宗教 都是这样的 它就是一个 对于社会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种 这么复杂的一个大社会 交通也到不上 每个人生活的时空 就那么一块 然后你说欧洲那些人 回去的话 那就是分清嘛 这种人也都有的 尤其是那种二代移民 二代移民的话 它会有一个 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活在了一个世界里面 不在当地的主流世界 它在家庭里面有一个身份 它在社会上有一个身份 这两个是割裂的 而且是冲突的 就是它会很迷茫 然后大家就会 就很多人都会 这个搞原料纸 就跟中国人 其实中国人 就搞什么新书家 现在去念什么 那个弟子规 是一套东西 你都可以管它 叫原料纸 它是一种新密反应 就是现在的东西 我活着不对 那古人 他有一个幻想 说古代的东西 就很神圣 很神秘 很辉煌 然后就造了 那么一个神话 一样的东西 那么他现在要把它实现 他需要去寻根 就这样的一种情绪 因为他觉得他在欧洲 他永远是外国人 他永远是受到白人提示的 你才进入不了主流的话语 那老子要回到故乡去 就是这样 但你回到故乡去 你根本不存在 这么一个故乡 你看到伊斯兰国 它更多的是一个运动 首先就没有伊斯兰国家 这么一个概念 伊朗是成立的 有国教 就是你不用去想说 存在一个伊斯兰国的 这么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它其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地人也不存在 否则伊斯兰国也不会 这么容易就泛滥开 就是我们看到地图上的 那些政行政的边界 对他们当地的人来说是 就是你外国人设定的 这个你像伊拉克和伊朗的边界 就是贝尔女士 那英国人 德拉伦斯之名的一个人 就在图上就 就喝了一下 我咖啡就画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帮伊斯兰国 他用的概念 这是罗马时期的 那个行省的名字 就当地人 你在地中海东岸 在黎曼那首都贝鲁特的 这种长途车站 大家都会有 阿拉圣阿拉圣阿拉圣 就去叙利亚 他们用这样的词 不会用外面这个词 他会有自己想象的一个空间 他又觉得用伊斯兰这个概念 能够去管 这个伊斯兰的这套 这套文理能管 就跟今天人说 你拿儒家的东西 我还能把这个中国管 管起来 秦明皇之后 这帮儒生就这么想 这种不可能的事 他遇到前现代的小空同体的观念 他怎么可能管 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 所以最后就还是会分裂 然后就乱下去 然后整个这个 就是最坏的结果 就是中东的格局会重新洗牌 全部洗清楚了 我们不确定 好 这个确实太复杂了 对 可能几分钟几句话 也很难完全解答 这个这么宏大的一个问题 对 海湾国家确实 就像刚才这个秦宣说的 他们跟现在发生战乱的 这些叙利亚等等 他们一直长期来 是花了一条线的 那边是搞什么 这个社会主义的 我们这边是搞什么宗主的 然后现在也看到 其实海湾国家 在这次这个难民的 接收的工作里面 反而不是特别的积极 他们更多的是出钱 然后反而不愿意去 接收这个难民 实际到自己的土地上来 当然这个可能也跟 这个秦宣说的有关系 就是他们害怕将来 卷进到伊斯兰国的 这场大的运动当中去 那我们也请教了 干颜华教授 到为什么这些海湾国家 他们就不愿意 接收难民呢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接纳难民的国家 说实在的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他们本身边界的管制 非常的松散 再来一个 他就在旁边 就是说土耳其 叙利亚的北边 这个 现在又有伊斯兰国的问题 很容易 跨过边界 那大家知道 这个边界很多地方 都沙漠什么 根本连驻军都没有 很容易就进去了 那进去以后 这些国家就安顿 主要是这个难民营 设置帐篷等等的 其实福利都并不是很好 不过这些国家 也进了很大努力 台湾国家 另一个比较远 它要经过整个 沙地阿拉伯 然后呢 到了这个 也是要经过整个沙漠 本身能不能 经过这么长的 这个 很贫瘠的这个土地 能不能生存是个问题 再来一个 这些国家本身 因为石油的关系 建设的关系 所以呢 大家知道 有些国家 他的这个国民所得 连这个 比我们香港的 这些人民 还要富裕 大概这个 平均国民所得 有着十几万美金 一年 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但是呢 这个毕竟 这些国家本身 非常的保守 那也不希望 跟这个其他 会不会有 跟难民里面 有混着这个IS 伊斯兰国 这些恐怖分子 等等 他不愿意采取 任何的 这个所谓 冒险的行动 所以使得 这些国家呢 到目前 也都非常的 这个排斥 难民进入到 他们的国家 好 这个也是 很简要的解答 为什么 不来 不愿意接收 那 虽然说 这些 虚量现在遭遇的苦难 跟这些海湾国家 跟伊朗 跟美国扯不开关系 但是现在 他们是这样的态度 相信在国际舆论上 应该还有 好长一段时间 去扯皮的 对 那虽然现在欧洲的 这个难民危机 看似跟中国 没什么关系 对 但是你要是细究起来的话 他也是能够 站上边的 对 尤其是像这个 伊斯兰国 我们之前也得到消息 说有很多 中国的极端分子 他们也是加入到 伊斯兰国 未来会不会对 中国造成危害 那我们休息回来之后 听听赵楚老师 他是怎么说的 U-Radio 好 现在根据联合国的 一个统计呢 就是世界上 一共有六千万的难民 那世界呢 正在面临着 有史以来 最为严峻的难民危机 那这些难民呢 我们看到现在 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这个回应呢 是非常的积极 那有的人就说 中国作为 正在崛起的 第二大世界的经济体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是不是在难民问题上 也应该承担 更多的这个责任 但是似乎我们 从官方的一些媒体 或者是官方的一些表态上 我们很难找到 就是可以呼应 这种国际舆论的声音 对 我也看到一个列表 就是大家统计了 针对难民问题上 捐款最多的前20的国家 虽然我们知道 美国它肯定 虽然没有接纳多少难民 但是它出钱是最多的 包括欧洲发达的经济体 像这个德国呀 英国呀等等 都是出了非常多的钱 包括我们这个 非常不扯的邻居日本 它也是排名进了前五的 但是从一到二十 甚至连这个欧洲经济 非常差的爱尔兰 都已经入榜了 可是中国却不在这个榜中 这也就是让大家 有很多联想 是不是到这个时候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应该把这个难民问题 也作为自己的 向全世界社会 做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把它给做起来 我们来听这个 刚一话老师是怎么说 中国现在在难民问题上的表现的 我想这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 尤其现在经济这个起飞 我觉得这个除了九三的阅兵 你让世人看到你自己国力以外 其实军事是最不能够感动人心的 军事最没有办法 应得别人的这个尊重的 军事只能够展现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muscle 自己的肌肉而已 那我就像在这些事情上面 因为难民啊 我们是可以说是救 这个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嘛 这个救急不救穷嘛 所以欧洲对于所谓经济难民 他也不欢迎 就是说你这国家是因为 暂时的饥荒啊等等的 那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公约里面 有特别讲到难民是因为战乱 或者是迫害 那流离失所的 这个是难民 那在这一点上面呢 其实中国在面对不只是 我刚讲到叙利亚的难民 全国有很多的难民 包括非洲啊 像这个苏丹啊 北苏丹啊 这些国家都有很多这个难民 我觉得出钱是一个 最直接的方式 但是也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你想想看 欧洲这些国家 我觉得之所以很不容易 这个做的一些举动 不光是在出钱而已 德国总理梅克尔 昨天这个公开的讲 可以今年可以容纳80万难民 德国只有8000万人口 他一年就可以欢迎1%的人口的比例 进入到他国家 而且都是又穷 然后又需要帮忙的 那这个德国做得到 很多国家应该也做得到 其实容纳 就是收容难民 因为你要去给他们安置啊 要给他们有住的地方 要给他们工作 这个是几乎是一辈子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所以在中国来讲 至少在这个初步来讲 大量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援助 大量的金钱的这个帮忙啊 我觉得这个是做一个大国 最基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好虽然说责任呢要尽 但是呢中国目前国内的问题 已经非常让人头疼了 对 所以呢如果现在再增添一个难民的问题 说实话啊 非常担心政府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置他 你别说国外的难民问题了 就连国内我们自己人 非常关心的这种 像天津到爆炸这样的 后续的因为爆炸而沦为难民的 这些中国的居民们 他们都没法得到妥善的安置 没法让本国人满意 你别说处理难民问题了 说实话 我对这种能力是抱着非常大的这个怀疑 那如果干不好的话 你可能还说不定 你再给国际社会抹上另外一个污点呢 对确实是我们眼前的这些东西 都没有处理好 可能我们觉得难民问题 根本离得有点远 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把心思 放在这方面 但是到底这个伊斯兰国 它造成的这种难民问题 会不会最后影响到中国 伊斯兰国能对中国产生安全的威胁吗 我们来听赵处老师 他是怎么说的 觉得这个伊斯兰国 就IS或者叫ISO 跟中国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物件 因为我们知道 从过去十多年 国际这种极端宗教组织 特别是有极端伊斯兰背景的这样一个恐怖组织 西极的对象国来看 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受害国 而且从现在已经有的报道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在伊斯兰国的这个高末的武装人员里面 已经有中国背景的一些人士在参与 而且中国本身境内的这些恐怖袭击事件 从过去看 本身和源自中东的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 就是有非常直接的组织上 资金上和训练上的这种联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中东那个地区 可以说是民不聊生了 那最后有没有可能发展到 说联合国会组建一支军队 去征讨伊斯兰国 甚至中国有没有可能参与其中的 我们看到美国所代表的这样一些 他的朋友也好伙伴也好 很明显是在采取他们认为 力所能及的措施在限制 和想消除这个RS的这种威胁 因为RS所代表这种极端主义思潮 无论是对美国和他欧洲的盟友 还是对他在这个地区的盟友 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威胁 那么反过来讲 这个战争和战事会不会扩大 在很大程度上 不是取决于美国的努力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他还去空中打击 这样一个方式 是很难做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比如说在非洲 伊斯兰国所代表这种极端宗教势力 和极端的这种社会势力 可以说已经点燃了战火 我们同时也看到 比如上次在法国前不久 做发生的这些恐怖袭击事件 这种扩散在很大程度上 是伊斯兰国本身的一个生存战略 中国本身的官方立场 已经表示对于打击极端主义 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 是会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支持 那当然目前看 我想主要还是一方面 是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可能在一部分 有关的情报合作方面 会提供一些支持 那从长远看 中国会以自己的认为合适的方式 更加大一些力度 来参与到有关的国际合作当中去 我认为这个大的趋势 应该讲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因为我们看到 目前打击伊斯兰国 打击ISO的主力 是由美国所领导的国际联盟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应该说如果中国去参与的话 那么在具体的方式上 就会遇到比较微妙和困难的一些情况 换句话讲 如果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 或者主要的大国之间 比如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场合 包括在大国的这种双边和多边之间 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谅解 比较明确的一个合作框架 那么中国去参与的这个程度 我想始终不会太大 所以就是大规模派出地面部队 去打击伊斯兰国 其实是可能还是不太现实的 从目前来看 美军应该说反复声明 他不能够派出这个地面部队 去代替他所称的当地的一些盟友 那么这个政策应该讲 从目前看 至少在奥马马政府是非常明确的 那其次呢 我们从更远一点背景 我们也看到 无论是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还是他地区 比如海后会的这些伙伴也好 本身在这个 这种军事能力方面也非常有限 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呢 解决这个极端主义的问题 光靠军事打击 恐怕也不是唯一之道 因为今天伊拉克 叙利亚的这些乱局 本身和2003年的战争 就有很直接的这种因果关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的决策者 恐怕也不太可能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来做出用地面部队 重返伊拉克 这样子一个决策来 好 这个赵楚先生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每个国家都在选择 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 去尽到各个国家的责任 不管是出人也好 接收人也好 出钱也好 还是说提供情报 进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 那整集下来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 你有什么愿望 我们祈祷世界和平 所以说祈祷世界和平 并不是那么遥远的 这么一种愿望 它可能真真实实的 非常现实的就存在于 我们每个人的 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要解决这种 所谓的难民问题 可能根本上 就是要回归到 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 提供和平的这个土壤 但是解决好 必须得依靠 全人类的智慧和合作 的确我们也希望和平 能够早日回到 叙利亚的这片土地上 但是我在采访 秦宣先生和江晓峰先生的时候 他们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 有遗迹之长的叙利亚人 或者说原本的叙利亚的 精英阶层 他们可能早早的就已经 逃到欧洲 或者说西方的这些国家去了 那即使现在 能够去往欧洲的这些难民 他们在获得了 欧洲安定的生活之后 当战争真正结束 当和平真正回来的时候 那他们还愿不愿意 回到自己的这片固土上 去建设自己原先的家园呢 这片土地又要在战争之后 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够兴盛起来 战争带来的这些伤害 人们又要用多久 才能够真正的遗忘 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三点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欢迎你在微博上跟我们留言 拜拜 拜拜